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3年4月7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节目 先来鸣谢 咱们先来看一些各方面的消息 一、这两天,俄罗斯外交部正在指责乌克兰试图影响俄罗斯通信卫星 该部门的新闻服务处翻发的声明说 基辅政权在来自许多外国的专家的参与下 正试图干扰俄罗斯的民用通信卫星 俄罗斯外交官称,这些行为无耻的违反了国际法 他们声称,俄罗斯方面有权作出适当回应 所有必要的机会都是可用的 但没有相关报道描述乌克兰究竟如何试图干扰俄罗斯卫星 也没有任何报道具体说明俄罗斯还有哪些其他答案可选 最关键的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打了400多天 1万多平民死亡 其中包括近500名儿童 17%的乌克兰土地掌握在俄军手中 即便乌克兰干扰俄罗斯卫星又有什么不可以不应该呢 在战争期间,太空卫星是最重要的情报信息来源之一 俄罗斯拥有自己的军事卫星 但他们的数量和能力明显不如西方同行 此外,俄军不与瓦克兰的分子分享情报 瓦克兰必须自掏腰包从私营公司购买卫星图像 而西方合作伙伴与乌克兰分享他们从太空情报中获得的数据 乌克兰也已经获得了自己的侦查卫星 这有一段时间了 此前有报道详细描述了一些乌克兰人自发购买了卫星图像 帮助乌克兰国防圈摧护了许多俄罗斯设备 但是乌克兰自己拥有的卫星即便不是没有 数量也极为稀少 倘若俄罗斯也干扰乌克兰的 他们未必有多少收获 如果俄罗斯单敢干扰或者击落西方合作伙伴拥有的卫星 无论是军用卫星还是商用的 俄罗斯人就等着瞧好吧 结果一定会让俄罗斯人哭爹喊娘的 二,俄罗斯志愿军RVC的士兵称 他们站在乌克兰一边 他们再次在俄罗斯本土的布梁斯克州执行战斗任务 据总部在拉图维亚的俄罗斯独立媒体美杜札报道 4月6日 俄罗斯布梁斯克州州长亚历山大伯格马兹宣布 联邦安全局边境部队的员工阻止了乌克兰破坏和侦察小组 进入俄罗斯境内的企图 据他说 此事发生在斯鲁乔弗斯克村附近 该村距离乌克兰切尔尼格夫州边境约1.5公里 布梁斯克州州长声称 俄罗斯武装部队与边防部队一起 对敌人造成了火力破坏 俄罗斯国防部证实了伯格马兹的说法 稍后 俄罗斯志愿兵团在电报上发表声明 称伯格马兹在撒谎 RVC报告说 不是乌克兰人 而是他们再次造访了布梁斯克州 在那里 俄罗斯志愿兵战士们成功地执行了战斗任务 并与居民进行了沟通 向他们递上了明线片 要求他们在敌对行动中躲藏起来 作为证据 该军团发布了一段视频 其中 七战斗人员真的与斯路乔弗斯克的居民进行了交流 并在那里进行了战斗行动 3月初 一个破坏和侦察小组在布梁斯克州引起了骚动 俄罗斯宣传人员将此归咎于乌克兰 但俄罗斯志愿军解释了这种情况 RVC指挥官丹尼斯尼基金表示 这次行动是RVC的责任 乌克兰当局也知道这一点 俄罗斯志愿军表示 该行动的目的是表明 手中拿着武器的自由俄罗斯人民 可以与普京的政权作战 3 俄罗斯人在乌克兰连时占领的领土上 大规模砍伐三连 国防部副部长汉纳·玛利亚尔 在社交媒体上披露 自占领开始以来 俄罗斯企业在扎伯罗勒 赫尔松和乌克兰其他联时占领区组织伐木 与此同时 企业家对人工林进行不受控制的野蛮砍伐 如果继续下去 将不可避免对环境造成灾难性后果 马里亚尔说 该地区的大部分森林都是人工来源的 它们是专门为防止风、土壤和水的侵蚀而创建的 具有娱乐和森林开坎种植园的功能 马里亚尔说 在3月的最后10天里 在马里乌波尔地区记录了 装载新砍伐原木的俄罗斯卡车 在E18和其他高速公路上的密集移动 4.乌克兰粮食将在不卸货的情况下通过波兰运输 在对华沙进行正式访问期间 泽连斯基与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 讨论了乌克兰粮食通过波兰转运到第三国的问题 之后 他们向媒体吹风时表示 波兰农民坚持的乌克兰粮食出口管制问题 将在不久的将来得到解决 波兰政府发言人随后在华沙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到目前为止 乌克兰粮食出口导致波兰粮食市场的不稳定 在未来几天内将建立机制来避免这种方式 我们将确保这些粮食以直接流向第三国的方式进行 无需在波兰卸货 此前 为了帮助乌克兰粮食出口 乌克兰生产的粮食大量运输到波兰 然而不幸的是 这冲击了波兰的粮食市场 波兰农民一直在积极抗议 乌克兰谷物大量涌入的问题 但是这些谷物的初衷是面向非洲和中东 而不是让投机商们获益 所以现在不卸货直接转移到第三国的方式 既可以避免冲击波兰市场 又能让乌克兰粮食出口国拿到真正的实惠 无疑 乌波两国之间的互信也促成了这一举措的实现 好 咱们再来看一个有趣的消息 最近几天又有一则新的谣言出现在简中网络里了 一些俄校们说 俄军导弹精确击中了北约在乌克兰的军事指挥中心 许多美国军官被打死 然后就是这些准备运回美国的棺材的照片 我们相信 在乌克兰绝不存在所谓的北约军官团 也因此绝不可能出现他们被打死的情况 根据我们的经验 要破除这样的谣言十分容易 先把图片保存 然后使用搜索引擎的尸图或按图片搜索功能即可查找 并且可以肯定找到至少一个处处 证明这种覆盖美国国旗的照片早就出现在互联网上 而不是最近才出现在乌克兰 果然只用了30秒我们就找到一个例子 这张截图证明 这张照片至少在2018年就已经出现在互联网上了 我们也完全知晓 对于俄校们来说 他们确实从心理到生理都需要这样的谣言精准投尾 一天没有击毁乌克兰的信息 他们就难受 两天没有抹黑西方的消息 他们就如作战战 如果三天没有人在他们耳旁重复 美国崩溃 北约恼死 他们将蠢蠢欲动 敢于违反人间的一切常识和良知 开始编造谣言 所以从今天开始 咱们就把恶笑改为恶笑 因为一位朋友说 那帮人太贱太好笑 也确实 比起笑来说 笑才是他们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特征 马里乌波尔大鱼之后 最先将这谣言就是北约影子指挥中心 仗打到今天 军盟博主和俄小们依然不肯承认俄罗斯的虚弱 还在反复试图让人相信乌克兰已经快要死光了 仗是北约指挥官指挥着穿了乌克兰军服的北约士兵打的 一旦巴赫木特被拿下 俄军就再无阻碍 很快就可以平推乌克兰 引马利沃夫 说来也是真好笑 从石鹿突进到战略转建 再到光速撤离赫尔松 小小的巴赫木特十个月都没拿下 忽然之间 巴赫木特就成了最大的障碍了 只要能拔除 他们的俄组就将打开尖锁走交笼 其实巴赫木特周围也不过有一些几十米高的小丘陵 远谈不上什么天险 巴赫木特战争的铜枪铁壁 是为了保驾卫国舍身忘死的乌克兰军人 他们才是俄军无法逾越的天险 只要有他们存在 即便巴赫木特丢了 即便十个巴赫木特丢了 乌克兰也不会亡 乌克兰依然尚在人家 并且一定会取得对俄作战的胜利 可怜的俄秀们已经从灭亡乌克兰退步到拿下乌冬 再退到攻去巴赫木特 现如今退无可退 一座被炸成废墟的市政厅都能让他们拆翻半个月了 这帮人真的是很傻的 他们坚信俄军刀枪不入 俄军是拳头 而别人全是饭桶是棉花 所以这帮人常年累月 低灰和抹黑乌克兰 说他们是不好的国家 把乌克兰人民污蔑为污纳 他们越是把乌克兰说成这样 越是让人们明白俄罗斯的虚弱 因为他们连这样的对手都打不赢 说到这里呢 就特别希望乌军尽快发起反攻 也希望他们的反攻能够尽量顺利一些 获得最大的战果 让事实狠狠抽的俄校们已经肿胀不堪的脸 可能有些朋友还在怀疑 在巴赫默特都打得那么拉锯 反攻真的会成功吗 真的能在今年收复克里米亚乌东地区 把俄军赶回1991年国境线那边吗 对此我们相信会成功的 别忘了当战争之初 俄军宣航导弹整天在乌克兰大城市 包括基辅上空飞来飞去的时候 全世界绝大多数人都相信乌克兰必数 但泽连斯基站稳了没有跑 乌克兰国防军更是挫败了俄罗斯散兵 一小时22分钟拿下基辅的突袭 当去年9月 乌军在赫尔松的反攻陷入胶着 突击乏力的时候 谁也没有想到 他们竟然在哈尔科夫州东部 发起了崔库拉朽的闪电战 仅利用少量坦克和轻装甲部队 就三天拿下了库皮昂斯克 让19母的敌军望风而逃 我们也不会忘记 去年11月的时候 眼看着乌军用海马斯 阻断地裂薄荷上若干过河点 已经好几个月 但是乌军在赫尔苏西北面 依然遭遇俄军强力阻击 未能成片击溃俄军时 俄军竟然出人意料地 抢在物资供应完全断绝之前 从那里撤离 只丢下基本上重武器残骸 这充分说明 乌军是勇敢团结 善于创造奇迹的军队 对于他们来说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我们完全相信 乌军将要发动的反攻 必能成功 在我们看来 乌克兰战争不仅会改变21世纪人类的历史 还会对人类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乌克兰必将获得胜利 而此战改变世界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军事的 还将是精神的 这场依然在进行中的战争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军王博主和俄小们口中的愚昧短视的乌克兰老百姓 选出的希子演员总统 能率领这个不好的国家的乌克兰民族应对灭国危机吗 泽连斯基昂首挺胸的告诉了全世界 能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感谢王小康同学心情耕耘 咱们稍后 再会